嗨,大家好 嗨,这里是思源频道 今天跟大家聊个话题 就是谷歌云300美金的试用 可以用多长时间 好,我们先来到网页端看一看 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将谷歌云这个页面直接打开 我这里面有三个实例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好,打开了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使用这个实例 其他两个实例我都关闭了 这个实例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就是这个我用的不是那个微型啊 这是第二个 就是小型的那个1.7厘寸的 这个它的费用要比微型的要高一些 好,我们来现在看一下结算 我的谷歌云是在上个月的17号申请的 到今天为止就是20天 这是300美金换算成港币的啊 那当天的汇率是算下来是2350港币 到现在20天使用了300 那么一天平均下来就是15港币 一个月是450,我们来算一下 2350 升级的时候2350,除了450 5个月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我目前的使用习惯 也就是5个月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费用名气 这是6月份 13天14天使用了200 这详细报告我也打开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VM实例运行了156个小时 费用是44 它使用了23Gb的流量 费用是41 它的流量是收费的啊 然后看上个月 10Gb流量 19 我们看两个比较多了吧 71 71是这个实例使用了255个小时 71 使用了53G的流量 69 所以这个 能使用多长时间 一个是看你VM实例 的使用市场 二一个是看 你使用的时候 使用的流量 根据我的这个使用习惯 也就5个月吧 好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 建议我目前使用的比较多呢 我打算一会儿把这个VM实例换成 就是它那个CPU换成V型的 再就是你不能一天到晚老挂着这个实例 这个流量整个数不了 好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好 另外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大家想过没有 谷歌云申请为什么要用信用卡 他的官方给出的解释好像是为了防止机器人啊这些啊 大家觉得这个理由够充分吗 我的想法是啊 这是一种变相的实名制 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就是 谷歌 在筛选 他的相对高端的用户 因为能申请到 信用卡的大家也知道啊 因为在我群里有小伙伴们说 他们拿不到信用卡 学生嘛 国外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啊 就国内而言 你必须信用达到一定等级 你有工作 有资产情况 有证明 还有央行的证信报告显示 你才能拿到信用卡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选择相对高端的用户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国内的阿里啊 百度啊 网易啊 反正做大数据的 基本上都会选择一些 自己的方式来奢选 一些高端用户 毕竟是公司行为嘛 好 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